時間七點多 下著小雨 新莊這是路口 當時耗製是綠燈 車輛正在通行 行人耗製小綠人則是紅燈 但一名男子在小旅車經過之後 闖紅燈 要通過斑馬線 騎士現實嚇了一跳 這名男子不顧一旁車來車 往繼續走 一輛計程車 看到有人放慢車速 但後頭的小貨車駕駛發現有行人時 已經來不及 他緊急煞車 還是撞上路人 男子頭部受創 倒地昏迷不起 被緊急送醫 小貨車 沿中原路往中華路方向執行 與一名走在行人穿越 導致男子發生碰撞 小貨車駕駛 酒色只為零 行人意識不清 送輔大醫院救治中 行車 應注意車前狀況 行人穿越馬路 應遵守號制規定 由於男子身上 沒有證件 身份有待清查 警方也再度提醒 有小綠人 號制的斑馬線 行人通過時 一定要依照號制 貪困穿越 不僅會被開罰 還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倒地昏迷 辦公室 ager他也要遇到 solarbij師3 管理 插雲膜 也切撒